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你好 我是金轩 那么今天我来教你怎样提高你的记忆力 要怎样更容易的背东西 背东西 首先你要了解你的脑 其实我们脑有两遍嘛 左脑跟右脑 那左脑其实是学术脑 它是关于数学 语言 逻辑 分析等等 就是我们在学校每次都会用的 就是读书啊 就是等于在用左脑 那么右脑呢 其实是艺术脑 就是画画啊 音乐啊 想象力 创造 这些都是右脑的工作 其实啊 学校的科目 有90%都是需要我们用左脑的 所以在学校时间 基本上90%时间 我们都是在用我们的左脑 我们读书啊 其实就没有做一些关于 比如说 画画很少画吧 然后音乐 我们也很少碰 然后就是用到我们的想象力 创造力的东西 真的是很少 因为我们一直是在 把书堵进脑里面 所以基本上 其实就是在用我们的左脑罢了 所以你们会经常发现到 你们在读书 不小心就是读读读读 读到一半会在旁边突压 为什么啊 这也是因为我们过度在用我们的左脑 然后我们的右脑没有活动 我们的右脑就想要做一点东西 所以他就让你画这些东西 就很像你是在涂鸦 感觉你是在做坏事 又或者是你可能在发梦 就是读书读的一半在发梦 发梦其实是 用脑的工作 为什么发梦 发梦就是发挥你的想象力啊 你自己在胡思乱想写什么东西 所以呢 其实这样很明显啊 我们一直是认为 右脑是在干扰我们 就是我们这些涂鸦啊 发白日梦啊 就是在干扰我们正常工作 那么因为有两边的脑 有用左脑类的人 跟用右脑类的人 那么左脑类的人呢 你会看到他穿着非常整齐 然后上课很认真 听老师的话功课都有做 甚至他们还有一点点强迫症 就是可能你不小心推到他桌子 他就很想要把它弄回来 就是把他东西放整齐 非常整齐 然后这些人呢 IQ都很高 就是很聪明 考试成绩都很好 但是他们不擅长跟别人沟通 讲难听一点就是倾向低 那么用脑型的人呢 穿着就不怎么整齐 然后功课不做 不停要是讲课 然后比较喜欢运动类 就是艺术类的东西画画 然后他们不喜欢读书 就是没有这样聪明 考试生计没有这样好 但是他们情商很高 你应该有同学是成绩不怎么好 尤其是数学 就是他虽然很努力去想要解题 可是他就是不明白 他就是右脑类的人 那么多数右脑类的学生呢 都会在学校经常被label标签为 学习很慢很笨 然后问提学生等等 可是有人就会问 其实我两边都有耶 就是我左脑也有 右脑也有 刚刚好啊 就不算太转左边或者右边 其实有 也有人多用左边少用右边 又或者是多用右边少用左边 那问题来了 哪一边比较重要 没有左边还是要右边 那其实两边都重要 那么接下来我会分享记忆力法则 那这个法则有七个点 第一个点 Visualization 它就是视觉化形象化 比如说当你在背篇文章的时候 你背到一个程度 你一定会觉得 你突然间背不下了 就是进不去讲读 进不去 为什么 因为你单单这样子背文章 你只用到你的左脑 你没有用到你的右脑 所以在这个法则呢 会教你 怎样用两边的脑 来背东西 所以第一个视觉化嘛 怎样视觉化 背篇文章真的背不进 你就把它换成 就是把它想象成一个画面 就是把一篇文章 转换成一个画面在你脑海里面 就一个例子 这样你在读污染 污染 我就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画面 就是那个水被污染 然后河被污染 然后沿埋 有光场流出一些气体 或者是液体 所以我在想象这个画面的时候 其实我就记下了三个点 公场 然后水源污染 跟空气污染 其实我就简简单单 就这样背下来了 所以 这就是用脑跟左脑的结合 那么第二个principle association 就是联想 那我们读书 不只是读一页 我们要读很多页 然后很多课 像刚刚那点 是把文章 转过来一个画面 让我们比较容易背的嘛 那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把它每一课的都换过来一个画面 想象在你的脑海中 然后把它连在一起 每一个课一定有它的共同点 用那个共同点去把每一课连起来 比如说我学经济嘛 然后我们有学到一个就是经济资源 经济资源里面有四个 第一个是员工 第二个是老板 第三个是土地 第四个是资金 就是钱 然后我就会把它每一个都转过来图片 就是第一个是员工嘛 就想象一个员工的画面 然后第二个是老板 再加一个老板的画面在里面 第三个是土地很简单 就是他们两个都站在一个土地上面 第四个是资金钱 老板拿着钱 想要给员工发工资 然后我就有这个图片 这个画面在我脑海中里面 我就直接把这四个连在一起 形成一个很像故事 又或者是一个画面 这就是联想 就是把它连在一起 第三点就是 make things outstanding 就是把东西弄突出一点 就是你可以记得比较容易 举回刚刚的例子 就是有一个是老板嘛 我就会把老板 就是他有一个point是讲 风险 他需要承担风险 然后呢我就会想象一个大石头 压在老板的背后上面 所以我就可以很简单的把它 想象成石头 然后我再把它转化为文字 风险 那么第四个法则 就是Imagination 想象 那这个呢 跟第一点的visualization 视觉画有点不一样 这个是感觉 就是感觉感情 比如讲 你很生气 你很感动 你很伤心 就是为什么 你很记得以前一些事情 是你很生气的 或者是你很感动 所以你记到现在 就是因为我们的想 我们在想象这个感觉 到我们想象这个感觉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是 可以把很简单的把东西说出来 因为我们记忆力很深 因为这个感觉让我们记得很深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有长期的记忆力 那第五点是颜色 这个大家也不陌生 就是 应该大家都很常 就是在笔记画highlighter 要不然就是 用不同颜色的笔 来记笔记 当你一片东西都是黑色的字 要不然是蓝色的字 其实很难记脑 那如果你是有用highlighter 像画 大标题我画 红色 然后小标题我画 橙色 然后内容呢我就画蓝色 还是什么颜色 就是看起来会比较容易被 颜色其实是用用脑嘛 艺术嘛 所以可以多在你的笔记方 highlighter 或者是颜色笔 那第六点 Rhythm 旋律音乐 大家应该还记得小说唱ABC吧 就是因为这个旋律音乐 可以让我们从以前那么小的时候 学的ABC歌都记到现在 就是我们的长期记忆里 最后一点 Holism 整体论 什么是整体论 其实这点跟刚刚的association 差不多 刚刚的association是联想啦 那这个呢 其实是 把它整体就是放大多一点 比如说 你第一课 你读到第一课 你就把它忘记 第二课 你就把它忘记 读到这场课 你就把它忘记 其实这个你就没有达到整体 那你要怎样 读完所有的课之后呢 然后你就 重新去看多一遍 因为其实它们是有关联 你就一直保持在它们是有关联 它们是一个整体 这个心态去 那其实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把 这整个背起来 那我来一下小小总结一下 刚刚我们有讲到左右脑 然后我们也知道要用左右脑来背东西 第二个association 第三个 make things outstanding 第四个imagination 第五个color 第六个rhythm 最后一个holism 最后谢谢你们看完这支影片 然后如果你们还有兴趣 想要观看这类型的影片的话 可以订阅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